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八字 冰卯甲乘 物申甲乙 这个八字 煞特别重 印钦 石钦 可以用石伤吗 这个是他的一个疑问 因为他现在是在辛丑大运 到底是好运或坏运 商官来克官煞 是自煞有功 还是犯煞有哉 很多人他就是会在这上面打转 可是实际上他依旧还是找不到 所谓的问题所在 在五行派一切就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他的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 甲木直接克雾 所以他出现的是日主受克 地支他所出现的 尘土申申金克银茂木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要知道 日主受克 他就是要让他日主受克的情况减轻 他才能够把他的运势走得正常 否则很容易 好的他感受不到 坏的他会感受特别深 现在进入了辛丑大运 这种情况他会变成是怎样的一种排列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他天干一样甲木生丁火 去把辛金克掉 所以还是一样 并没有减轻所谓的日主受克 他的地支 尘土丑土生生金 还是一样克银茂木 所以其实 假如以他来讲的话 其实辛丑大运并不会自杀 而是反而对抗上面 而很容易出现问题 反观 假如是下一柱大运 庚子大运 庚子大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在庚子大运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 庚金去克甲木 克掉你一个甲木 是不是日主受克的一种情况 就降低了 然后地支又变成是什么 一连相生的 尘土生金 生子水 再来生 银茂 保木 他在下一柱大运的时候 日主受克减轻 然后他的官运又变得特别特别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一切还是一样 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来判断 不要 老是用十神 是不是有字这些都是单一片段 八字 他是一个整体论断 所以既然要整体论断 他就要回归到整个五行流通上面来看 而不是在十神上面去打转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